和然然姐姐姐可姐支持啦 耶 姐姐澳门的风有什么特点 那我们现在就去测一下风吧 首先我们要组装一个风向仪 我们把这个枝杆给组装好 这里有两个孔对应的是这里 之后我们按上这个风速 把这个球插到这中间的 把这个球插到这个 插到它中间的窟窿里 这个是一个指南针 它是我们判断风向的好工具 我们把这个指南针按在这个底座里 一个风向仪就安好了 我们会通过箭头和这个指南针的方向来确定风向在哪里 甚至上面转动的速度来确定风速 嘟嘟 喵喵 现在是五月 我们看到现在的风向是什么呀 现在的风向是 现在的风向是 是什么东 让我来告诉你吧 现在的风向是 现在的风向是西北风 澳门的气候完全受季风的支配和影响 春夏多南风 秋冬多北风 根据现在科学预测 澳门每年4月到8月受海洋气流控制 吹东南西南风 9月到第二年3月 受大陆气流控制 吹北风西北风 这种风向有周期性 而且比较稳定 在古代靠帆船作为交通工具的时候 是必须要靠风力让帆船动起来的 在澳门的古代 外国帆船在夏天借助西南东南季风抵达澳门 在有北风西北季风的第二年春天回到他们的家乡 也因为这样的季风助力 澳门在16世纪中叶形成了港式 姐姐那边有风船业 大家好 来我们去买东西吧 好 你好 你好 澳门人 你是从南海以来的 我是葡萄牙人 哦 我们这里有很多印度咖喱 你们要吗 澳门故事16世纪中叶 随着季风而来的葡萄牙人 站去澳门 逐步开行设施 替为双部 建立海上双茂航路 澳门一跃成为 16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据点 到17世纪后半叶 到17世纪后半叶 澳门已成为繁华的商务 并成为当时中国海岸最重要的最外贩易港口 同时 澳门作为中西方文化的交汇地 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来自欧洲 东南亚本地的文化相互碰撞 交流 绘绘文化 绘绘文化 长达400多米 澳门由此 形成了东华文化 与葡萄牙整国文化 共同的多元文化合体 成为风貌独特的城市 澳门大火街 季风只有三级 非常温和 当然很好啦 不过澳门也是一个台风多发地呢 台风非常可怕 2017年的台风天歌 就给澳门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台风天歌是2017年太平洋台风季中 吹雪澳门的最强风暴 天歌不但带来极致破坏性的风力 导致澳门境内入的破记录的持续丰富 而且其风暴潮叠加清闻大潮 并引致澳门多处严重火星 成为澳门半世纪以来最惨重的风灾 对啊太恐怖了 7月份是台风的多发期 我们要提前做好防范哦 是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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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